哈囉姐姐 哈囉 你今天拿到德文的月考考卷喔 對 聽說你考得不錯喔 我們來看一下考卷有什麼題目吧 好,我們其實只有弄一個 Figurenbeschreibung 一名的媽媽的Figurenbeschreibung 哈哈 就是你上次看的那本書 那個Amya的書 然後你把它寫成第一人稱的日記嘛 所以老師應該想說 你們最近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應該會對這本書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就考了 叫你們描述Amya的母親 的 所有嗎 就是全部我們 可以 找到他的information 所以我們都要把它放進去 好,就是書裡面有提到 關於他母親的事情 一定要寫進去 那老師改的還蠻 還蠻詳細的嘛 這些意思你都知道是什麼嗎 知道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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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現在想要寫 這是 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 這個 這個 我現在想要寫 現在想要寫完 你看他寫的 他畫線是什麼意思嗎 超常鋪塑 跟這個 跟這個 overzzo overzzo是什麼意思 就是可能我用的 呃 不是真的很 很... 我沒講話 只是你其實沒有這樣說 什麼叫其實沒有這樣說 就是其實沒有這樣說就對了 我聽到懂 其實不會這樣說 你這樣子在講話的時候不會這樣說 這是什麼意思啊 一樣 我說dieren 那這個是字寫錯 Merk 我沒有寫錯啊 我是寫跟他一樣 只是我... 沒有是你的R 或是很像G Manked 或是很像C啦 他知道只是這樣子 只是我也不知道他怎麼說 可是我那天看了 我覺得你真的這個R怪怪的 好繼續吧 所以就是像要寫作文一樣 你們考試的時候就是一直寫嘛 一直努力的寫寫寫寫這樣 很像大學生 對吧 對 對 這個CAD是猜訊在寫 就是我有一個猜訊 忘記了 哦不要點符號 然後這個 就是Vidahulu Vidahulu 哦 重複了 我不知道那個錯啊 那下次你要更檢查的仔細一點啊 我有檢查 只是我不知道那個東西我寫的是錯 我覺得是對的啊 哦 你是說兩個 Nate Nate 這樣是對的 對啊 你看 因為她是很可愛的 因為她是很可愛的 她是很可愛的 她是很可愛的 那可以啊 那她就是不喜歡你用重複的形容詞 我不知道她不喜歡 那妳現在知道了嗎 知道了 好 就像中文妳寫作文 妳不可以一天到晚一直好好好 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她做什麼都很好 那妳這樣妳的形容詞就只有一個好這個字 我沒有只有好的字 那妳這樣就讓老師覺得妳就只會Nate這個字啊 好好好 好 繼續吧 然後這邊呢 是要妳自己評語對不對 嗯 這是妳自己打的嗎 對 妳給自己Spy Plus 這樣 哦 所以如果你現在給自己一個Ins 然後妳其實是一個Ins Minus 不是很怪嗎 嗯嗯 嗯 所以妳是想說要客氣一點嗎 對 不過妳說妳已經盡量都會Madden了 對不對 妳知道答案的話妳都會舉手發言嗎 好繼續吧 這是一樣的 嗯哼 這妳看寫的蠻多的 好啦沒關係 不過我發現她的這個評分的標準還蠻嚴格的欸 對不對 這個inhalt 18分 然後 12分 就是妳的內容是18分 然後 妳用的 語言 就語言用詞是12分 那這18分裡面呢 嗯 妳的結構 她覺得妳的開頭跟結尾 比較模糊嘛 對不對 所以她給妳扣1分 妳就只有2分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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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長什麼樣子 嗯就是Amy的媽媽 長的 樣子 就是外型 妳沒有描述到 對 只是 布裡面也沒有寫 書裡面也沒有寫 好 所以她也是扣妳1分 那其他這個妳都有做到 所以她都有給妳3分 嗯 那語言的部分 扣分的地方是什麼 嗯 就是 正式的 8個 就是我沒有 我可能沒有每次都是用Present 哦就是 有時候會跳到Protectory 好就是妳實態不一致嘛 其實這是很多中國小孩 就是台灣啦 就我們講中文的 因為我們實態沒有那麼嚴格嘛 所以其實在英文寫作裡面也常常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實態不一致也被扣1分 然後這裡 Vorshats 就是用字嘛 就妳不能一直N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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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變換不同的形容詞 對吧 那妳這樣有記取 教訓嗎 所以囉 這樣這樣這樣 30分裡面得了26分 所以妳就是2了 我們的Klasse 的Deutschnitz 是3 plus 很正 康飛了 就只有一點點錯嘛 那班上PV 沒有錯不是一點點錯 好 然後呢 你們班上的平均是 3加 所以妳比平均稍微好一點 那有人1分嗎 稍微好一點的Nate 好 那你們班上有人1分嗎 有 是誰咧 一個人叫Yohan 是一個男生嗎 是一個男生嗎 所以妳 妳算是第二名嗎 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2 plus 只是不能說 對啊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安心 嗯哼 好 所以你們同學之間都分數不會互相知道 解這個考卷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對 就是我們寫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嗯 帶一些糖果去 然後 就把它放在桌子前面 然後如果你 嗯 不行 就是 不能專心 不行專心的話 你就可以吃一點糖果 這樣 天哪 月烤的時候居然可以吃糖果 Oh my god 我們可以吃糖果 我在台灣讀了 二十幾年的書 還沒有見過這種情形 而且我們的 嗯 德文 德文的老師 嗯 很好 你看你又一直 然後呢 他就 嗯說 好如果你好的話 你就可以用 嗯 那個叫什麼 耳機 聽 聽音樂 嗯 所以你有同學很 很早寫完 就開始聽音樂了 對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吃糖果 聽音樂 Oh my god 這是 同樂會嗎 這是Party嗎 吃糖果 對啊 只是那天我沒有 帶我的手機 嗯哼 好 好 就是 真的跟我們台灣 月考的情形很不一樣 因為月考情形的氣氛都很嚴肅 好 然後呢 也是有人很早就寫完了嗎 對 聽你說的 我才開始寫大概一句話 然後 有人就說 喔我寫完了怎麼辦 還有那麼多時間 然後老師就說 喔你就 relax 然後他就說 喔好無聊喔 然後就說 好玩了 你聽一遍 音樂 呵呵 然後我覺得更神奇的是 他們時間到了 就是已經考試結束了 居然 沒寫完的還可以繼續寫 這個也是我覺得很ungloblich 就是很不可思議 因為其實在台灣 常常都會看到那種 比如說數學很難 然後就是大家算不完嘛 然後就打鐘的時候 那個 那個 表示時間到了 然後收考卷的人 就是硬要把考卷搶走 的那個畫面 我們 對 Matter就是這樣子 只是 Deutsch 我們是因為 他就想要大家都 可以寫很多 然後全部他想要寫到 都寫完 所以 嗯哼 可是我們 考 比如說我們考 國文好了 也是有作文啊 那作文也是 要在打鐘之前完成 你就算你有滿腹經倫 你還是要在打鐘之前寫完 你如果沒辦法寫完 就是沒有辦法在時間內 表達出你要寫的 還是表示你的能力不足啊 就是我們在台灣的觀念 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 打鐘之後還繼續寫的 這種情形 好 所以這是我覺得 德國的考試 他們的月考 跟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 好 謝謝你的分享囉 好 在台灣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多年的中學老師 那我發現我們 在改學生的作文的時候 除了糾正他一些文法用字的錯誤之外 最後就是給他一個分數 那有時候 學生就常常不明白 他這個分數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像德國他們老師這樣 有一個評分依據的分析表 這樣也可以很清楚的讓學生知道 他這篇文章有哪一些缺點 以及他可以怎麼樣的改進 另一方面在老師給分的時候 也會比較客觀公平 比較能避免掉一些老師自己的印象分數 當然我也知道執行起來是有困難的 因為像我自己來說 我的一個班就是四十六四十七個人 然後我有三個班 那如果我每一次考試都要這樣子 這麼仔細的來評分的話 那我一定改不完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 教十幾二十個人的這種做文科的老師 或許你可以參考一下 德國老師這樣子的評分方式喔 那我們今天關於德文科的分享就到這邊 以後我們當然還會有各個科目 以及德國教育的各方面的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